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未来 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各有各的起因 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如果你把它联系起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看不见的鸿沟 正在围绕着中国建造 而且正在围绕着中国成形 更主要是这一次的鸿沟 不再是由哪个单方面 由境外势力或者是境内势力 我们主动的闭关锁国 跟清朝那波一样 不一样 它是双方共同努力 一起来施工的 那你想象一下 当这个沟竣工的时候 中国人会被围困成什么样子 从思想上 从意识上 从经济上 从外交上 从整个国际上 现在这个环境 其实挺可怕的 但很多人我看 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完全的认识不到 所以我今天想就这个话题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好 那我们从何说起呢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一款 由中国的爱党爱国的游戏公司 制作的一款游戏 那熟悉中国 尤其熟悉中国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根据这个李云龙的这个亮剑 而改编而成的 而李云龙的亮剑 又是中国在这个抗日神剧泛滥之前 拍的一部客观上来说还不错的 抗日电视剧 那么本来这个游戏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呢 有意思的是 有中国的玩家 爱国的粉红玩家 把这游戏举报了 向中国官方举报 理由特别的奇葩 特别的搞笑 这两天网上很多人都看到了 原因是什么呀 他们说 说这款游戏 我不充钱 我打不过鬼子 很多这个海外网友哈哈大笑 嘲笑这个粉红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很深 并不浮浅 并没有那么浅 你想这个粉红的逻辑是什么 这个逻辑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对吧 你是一款游戏 是一款爱国游戏 那什么叫爱国呀 就是弘扬正能量 是不是啊 弘扬这个祖国伟大 那我作为这个玩家 我打这个鬼子 我就应该是 对吧 毫不费力 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特别强 然后呢 养我国位 这看起来这个过程是 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所以他不爱国 我要把他举报了 这是粉红的思维 但是我们再想一下 人家是游戏公司 人家游戏公司 挣的不就是你们这些爱国的钱吗 所以站在游戏公司的角度 或者站在主子 中国共产党的角度 你们爱国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你们的财产都交出来呢 不充钱哪能变强啊 你们口口声声说爱国 难道不舍得为国家 花点钱去冲一下 那我们怎么相信 你的爱国是真的呢 那将来党国需要你 需要你去当炮灰的时候 你怎么又可能什么 有战招必回什么的 你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国内的这个游戏公司 和玩家之间的这种 粉红爱国玩家之间的 这种意识形态是有问题的 是扭曲的 同样我们这指这个游戏 不是今天的重点 只是一个引子 我们从这个事情再往后 再看放大一点 就是前段时间 最近咱们说的这个 宝马冰淇淋事件里边的 一个小片段 宝马冰淇淋发生之后 那很多中国人 对吧 义愤填膺 强烈谴责宝马 那最近中国开宝马车的 倒了血没了 连带着开奔驰的也倒霉了 那车被砸的网上 视频遍地都是 但你会发现这里面 同样存在跟前面游戏里面 一样的逻辑悖论和矛盾点 咱们先说这个普通人很理解的 就是我爱国 你们这个宝马奔驰 你们侮辱我们中国人 所以我们就要打砸你们 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卖国贼 是吧 这是他们的一套朴素且弱智的理论 咱们不管 它们存在 OK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你反过来 咱们前面节目也说了 中国现在你的经济正在困局之中 你的中国跟美国订单 丢失了少了那么多 少的订单都是你们的救命钱 有订单你们才厂子 才能开工你们的父母 你们的很多 才能去打螺丝 才能挣钱 对吧 这个中国经济才能运行 所以国家需要德国的订单 国家需要法国的订单 国家需要跟欧洲搞好关系 那如果从这个理论来讲的话 那粉红们别说 没冰激凌吃了 抢你的冰激凌 洋人抢你的冰激凌吃 你都应该跪下磕磕头 说谢谢 为了祖国吗 对不对 为了大义吗 你自己这点小利 难道不能舍下吗 所以你看 这也是一顿 矛盾对立的关系 看起来是爱国 实际上呢 看起来是玩游戏 怎么办 实际上呢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的这个割裂 最开始是出现在精神层面 或者说出现在思想层面 就是中国的粉红 或者中国的爱国青年 他们逐渐的和现在的世界 和现在中国的格局需要 发生了严重的精神上的这种分裂 他们以为的爱国 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爱国 他们以为的世界 他们好像已经完全无法理解 所以我们现在来真正的看一下 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 就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始录 咱们前面的疫情之前的这部分 咱们不说 就从疫情之后开始看桌头的观众 咱们就回想一下这段时间实施了新闻的这个整个的轨迹 你会发现中国完全的或者几乎完全的失去了通过贸易捆绑 向外界施加影响力的这样一个途径 这样一个手段 对吗 咱们之前受过无数次的提醒 无数次的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咱们对吧 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不出下 他就真的就完成了 那实际上是一个脱钩 对不对 你再看中国周围 现在此时此刻 韩国总统尹熙悦正在美国访问 可以说人家已经买定离手了 韩国 日本 台湾 再加上菲律宾 菲律宾这两天正在跟美国谈 问美国说 你能不能对我的支援到哪个地步 那很明显 也是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在做准备 等等一系列的变化 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在跟中国脱钩 而且是主动脱钩 人家为的是什么呀 人家为的是将来打起仗来 你不能再拿你的产业链 来干涉我们的经济运行 等于像把一块独窗一样 把中国像一块独窗一样 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崴下去 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崴下来 对 如果说还剩一些是什么呢 就是法国 欧洲 因为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 从中国抽身出来 所想说是高炉雄鸡 是不是 法国 要不说鸡和鸡有的时候能玩到一起 所以这些人你看中国跟法国之间 这个戏份就很足 那这个卢撒野刚嘚瑟完 是不是 外交部还赶紧给他擦屁股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卢撒野 也是被遣返回国 或者说是招回国的这迹象 没有 好像人家位置坐得还很稳 这背后的意味就很有意思 可能说也就是说这一辆鸿沟 围绕中国的这个鸿沟 可能在欧洲这块 使最后的目前的一个逃生口 或者是最后一个连接点还没有断掉 所以我们整体的坐下来 在思考这个过程 外面人家在主动的跟我们脱钩 里面我们在思想上 也主动的跟外面脱钩 对吧 减少外语 增加语文 体育 这些的一个教学 然后在思想舆论上 在这种环境上 越来越多的跟外面划清界限 不在乎你们这个什么什么想法 最近有一个有一个网上一个说法 说什么 说友邦就是针对卢撒野这件事情 说友邦惊诧 惊诧就是他们惊诧是吧 反正我们也不在乎他们怎么想了 所以你看这种带舆论的方式 就是要把中国人民带向一个 跟世界为敌的过程 所以这次的沟挖的深 是内外双向 双方都用功都出力 造成的一个巨大结果 而这种结果 你短期内是很难去填平的 你不说吗 民粹主义你煽动起来 是想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 是吧 就放什么上干领 关系好的时候就放红和绝恋 但是现在的民意 你看看现在中国这个粉红的那帮人 咱不说什么智商不智商的 就从他们的感情来看 他们你现在假设说习近平突然变脸 重新跟美国修复关系 你觉得下面这帮人会跟吗 不会的 那会出事的 所以有的可能有些别离 它就是永别 你们以为还会将来再相遇 但是有的时候在历史长当中 这一个错身就是百年 相当跨度大的一批人 他们永远也再也见不到 可能是2008年那个时候的中国了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很多人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 所以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把视角拉远 我们站在宇宙中再次来 还视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 你会发现西方国家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 正在以高速的 或者说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一定是高速 肉眼可见的速度 把中国从原本一起前行的战车上 把它甩下去 一脚踹下去 但远的不说 就说马斯克这个兴建计划 你想象一下 这个兴建计划是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会对整个人类的政治格局 产生一个多么宏大的影响 咱先别提什么移民火星 那个太远 OK 咱们就说 兴建的成功和成熟 在禁地轨道上 形成这种大型的空间站 或者说一个前进阵地 它是要征服月球 是吧 好 那么在月球上建立了永固的基地之后 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可以部署打功率的那种激光炮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武器 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完成 就相当于在天上 有一颗你打不下来的钉子 而这颗钉子它的主要作用 就可以防止你中国用核武器 来和平这个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聚焦到细节 核武器你要使用 那你除了像飞机这样的投射途径和平台之外 你绝大多数还是像用导弹用火箭 所以你中国搞什么东风是吧 21还是26什么玩意儿 就超高音速导弹 但是你那个再超高音速导弹 再强大的这种激光武器 或者什么样也好 在太空中无衰减的这种激光武器 都会觉得说是一种很慢的速度 所以当然我也不是说科技方面的专家 也许说从月球直接照射 地球可能有些远 但是不管怎样 当美国他们在太空中取得优势之后 包括什么星链计划等等 你会发现中国在太空中 它的导弹飞行有很大一个跨度 是要在太空完成的 这个过程你是不能变轨的 他们说中国说什么分导式弹头 进入以后你无法锁定 怎么样 那些玩意儿是它再入大气层之后的玩法 在大气层中间这个部分 现在的技术也许还有困难 但未来你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 在这个中段把你咔掉的方式 所以现在的我早就说过不止一次 俄乌冲突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 或者重要的尝试 就是如何防止在人类的和大国之间 产生矛盾的时候 既解决矛盾和冲突 打一架 但是又不打到双方彻底失控 人类一起毁灭 这是人类21世纪所在尝试解决的 最重要的一个难题 所以俄乌冲突为什么 拖拖拉拉打到现在 很复杂 它不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说 谁给钱多给钱少 军备多军备少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全盘的计划 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浪潮之前 中国跟世界脱钩了 那你能想象一下 五年后 十年后 整个世界日新月异变化的时候 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你无法去想象 对吗 今天咱们很多国内的朋友 咱们还可以翻墙出来看 那如果有一天 我希望是反向 就是世界攻破中国这堵墙 让中国人民看到希望 看到真实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是中国政府真正狠下心 我就搞个局域网吧 把这个墙彻底的封死 那么就像那个金鸡巨人里 那个岛一样 对吧 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墙里墙外 那个差异化 那个思想的差异化 那个无法无效沟通的那种差异化 那就会变得非常的可怕了 可能当墙再打开的时候 中国人又会像刘姥姥进大官员一样 再一次的惊叹一下 外边是怎么样 但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就没有人会告诉他们 其实中国人的祖上 是有机会融入你们眼前所羡慕的这片世界 其实我其实为这事 我觉得这两天我心情都不是特别的好 当你看得足够远的时候 你看到未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去跟粉红去争镜 我去说服他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看是未来是这样的 我不需要 你爱信不信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我确实看到了 所以国内观众朋友们 你们感兴趣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国内的 就是墙内的 关于介绍大众粮食的一些视频 和一些消息 你看一看 就是说他已经离奇到一个什么样程度 我们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空穴来风 它岂能无音呢 对不对 有些地方把那荷花池 荷花糖 多好荷糖月色 是吧 全给推平了 要种粮食 把那山上 咱们之前说过是吧 看图片对吧 那些梯田 本来就不是 就历朝历代 这个都不是种粮食的地方 把这山平了 要做梯田 结果闹闹大规模水土流失 雾霾都是清的 什么什么沙尘暴都是清的 重要的是我们想 真正可怕的是 是什么逼着他们要这样做 我们抛开他们是为了讨好上级 就像之前做核酸 什么什么那套玩法 我们先不考虑 我们想想他们这么做背后的逻辑 那种紧迫感 是不是就是说要打仗了 在为打仗做准备 那咱们前面说的 这次脱钩是双向的 当外国把产业链转移出中国 防止打起来 中国拿这个产业链卡我们脖子的同时 中国也在做最后的冲刺 就是当外面不给我进口粮食的时候 不给我买粮食的时候 我自己得有的吃 持续增加我的战争测源地的续航能力 对不对 现在只有这一个可能 那些破地面一看就是种不起粮食 也打不出多少粮食地方 但是用面积换质量 不考虑可持续发展 什么可持续发展 我们就要节责而鱼 把那些对吧 不适应种粮食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弄成梯田 我们就尝试来种 正常的说一亩地 比如说亩产产产产千斤 好不好 那我们这亩产一百斤 没关系 我用十倍的荒山的这种面积 我们来补 但是这种玩法 玩到最后之后 只会产生一种结果 就是大面积的饥荒 越是将来要打仗 不管是要打哪 是跟日本打 跟台湾打 只要是打 粮食就要集中 部队要储存 那么之前和平时期储存粮食 有可能发现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 是空的 被倒卖了 那又再从百姓那里去 改了走钱 再次来填充他们的这个粮仓 所以总而言之 严然而总之 专头建议 咱们国内的朋友 或者国内有亲戚的 你们在这个时期告诉他们 一定要保持一个低负荷运转 有十分的力气 十七分 千万不要说为了眼下挣扎什么房贷车贷 为了这点面子 为了这点虚荣 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 因为在未来拼的就是身体了 谁能更抗饿 谁能更在一些体力上更优势 那在未来就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如果你身上背着很严重的贷款的话 房子可能实在没办法 总不能出去露宿街头 但是像什么车 一些奢侈品 如果说这车贷实在背不动了 就把车卖了 齐子行车 保持一个自己相对宽松 相对轻松的一个状态 轻装上阵 要不然的话 现在可不是最后一波 什么时候是中国人的最后一波 就是当中国打响战争的时候 不管是打台湾 还是打日本 还是打什么 只要习近平最终 他决定孤注一掷 要跟谁开战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报应会一瞬间来到 那样的经济的崩塌 外貌 很快就会在民 对于民间的物资 粮食 药品等等 形成巨大的冲击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明白砖头今天给你的建议 是多么的诚恳 多么的务实了 好 那今天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看法 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砖头视频的话 也欢迎您给砖头 点个订阅 点个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